當然現在這個狀況 我們要與這個病毒共處之前 一定會遇到很多混亂的情況的 那麼現在就有很多人 大家會討論說 我已經打了第三劑了 我到底要不要出門 我是不是就可以安全 可是家裡面如果有老的小的話 那有很多的顧慮 到底我們台灣要與病毒共存 還是說完全的這個開放 那完全開放 我先這樣講 我們現在介於兩者之間 然後就會被公諭說 你到底是共存還是開放 還是開放還是共存 你為什麼政策非常模糊不定 但我先講大方向 我以韓國為例 韓國其實就是大家標準的 他就是完全就開放 所以他很短的時間內 一次爬到每天四十萬例到五十萬例 可是我們希望目前狀況看起來 曲線希望是這樣 不要上升那麼快 但是時間拉長一點 這件事情差別在哪裡 就是一直在談的減災的概念 就是說當你如果一天四十萬例的話 我們的量能可能會負荷不了 四十萬例意思是說 假設有一千分之一 有這個所謂重症的話 那每一天可能都是幾千人重症 那幾千人重症的話 對於我們的醫療量是不好的 是沒辦法負擔的 那如果我們可以一天壓到 假設是十萬例 甚至是五萬例以下的話 雖然整個週期會拉比較長 可是對於我們的醫療量 是比較可以接受 所以這個要先解決 第一個疑惑 觀眾朋友說 不是說要與病毒共存嗎 那我們應該給病毒一條活路啊 我們必須要戴口罩啊 我們應該這個 不要有這麼多東西 應該讓病毒儘快傳染給大家 沒有 就我們在抓這個感覺 就是說我們不太可能走到 因為這是兩個極端 一個是中國這個極端 就是說我們完全封城 盡可能把他壓下來 可是中國案例告訴我們是 就算你完全封城 只要有物流在流動 只要小區之間還有在互動 上海還是每天幾千上萬例 所以這個Omicron太難了 你要完全清理幾乎不可能 那另外一條路呢 是走南韓的路子 可是南韓會發現說 對他來的快 去的也快 可是中間那個高峰期 不是我們台灣社會可以承擔的 所以我們現在選擇一個 相對折衷的路線 我們還是做某種程度的隔離 做某種程度的口罩 做某種程度的限制生活 包含QR Code等等的 希望說讓他減災的概念 就是說他上升幅度比方那麼大 花一點時間慢慢爬慢慢爬 我們多一點時間 給醫療體系多一點負擔 這個時候 柯文哲故意講這些事情 是不是就是為了要吐槽陳時中 那主要就是為了說 讓他有一些政治利益 然後也唯恐天下不亂 當然柯文哲跟黃珊珊的 選舉戰略很清楚 從去年到現在 就是不斷的砲打中央 黃珊珊也藉著這個 民調的不斷的攀升 可是就為一個臺北市民 跟臺北市議員來講 我看到我們的市長 一支嘴嚇嚇嚇 對 他偶爾說對了 為什麼 他每天都說一百句話 你總有一句是對的 就像算命先一樣 可是他說壞掉時中 一天要兩次是指的 他每一天都要開口講 一百句話 那你一句說對了以後 他就說你看吧 我先說的 確實這個禮拜他講出說 下禮拜全臺會大亂 我心裡就很怒了 我就很怒了 為什麼呢 我就說全臺會大亂 天亂的就是你臺北市政府 我這個禮拜一我質詢了臺北市政府 這只是小少的兩個局處的活動 而且是兩個禮拜 兩個局處兩個禮拜的活動 一百多個活動在全市 我翻不完 怎麼這麼多 我翻不完 我們有三十幾個局處 現在都在辦活動 都在消費公帑 然後全部都不停辦 全部都不停辦 裡面有好多還是涉及小朋友的 譬如說你教育局說現在國中以上的人 不可以到校上課 可是小朋友的活動都還是照常辦 天文館裡面的各項小朋友的一些教學 跨校的活動 還是說如常舉行 文化局有一些文化就在巷子裡面的活動 是深入到這個各個林裡去辦的 有很多也是什麼童謠小朋友的 奇怪了 我國中以上的人 連到校上課都不行 我國小的小朋友 沒有打疫苗 可以到校上課 可以去參加這種各式各樣的活動 這不是很荒謬嗎 更荒謬的是 有家長來跟我講說 我國中 我小朋友國中 可以去畢業旅行 不可以到校上課 是怎麼樣 上課比旅行重要就對了 周末晚間9點進行鎖定 證知道了周末版